但你是何時知道自己是有個人的作品呢 何時知道 其實公司已經籌備了很久 一早就跟我們說 籌備當中 是 籌備當中 但我又要上學 又要工作 那一段時間都很難遷就錄音 拍MV的時間 所以其實都慢慢慢慢 今年都拖了很長時間才出這首歌 好 到你第一次聽到這首歌的demo的時候 是甚麼時候呢 甚麼情況呢 第一次 我記得那時候很忙 我好像要錄很多首歌 我不知道 總之我要錄其他歌 然後又有第二首歌 甚麼來的 然後我就聽了 然後聽了demo 咦 這首歌很輕快 那個beat很... 我聽完一次 很容易記 很brainwashing 然後我就 嘩 這首是甚麼歌 我是不是要立刻唱 但我說 嘩 糟了 很多首歌 練一會才行不行啊 練一會才行 然後她說 不知道幾天後要試 要錄音 因為我記得我每次錄音都會把歌詞印出來 然後我記得我整張桌都是歌詞 糟了 練誰先 練誰先呢 然後我記得她說 後幾天要錄了 然後就直接拿了這個歌詞 然後就立刻聽著demo 練習 馬上錄音 馬上錄音 真的很忙啊 看見幾份 好像考試一樣 即是找哪科 幾科都殺到來 一來到就三張paper都要答 到底拍哪張paper呢 又多張paper呢 這張是個人paper了 那Yumi 去處理第一首歌的時間 自己做功課是怎樣呢 功課?你說學校的功課? 不不不不 你要處理這首歌嘛 我們聽了demo 是不是 你大約知道beat是這樣的 melody 是這樣的 然後你又拿到歌詞了 那你就嘗試試唱 在家裏聽著demo 唱著歌詞 你還會做一些什麼工作 去了解這首歌 或者幫助將來自己錄歌 會錄得更加順利呢 會不會在歌詞上畫一些記號 會的 會的 首先我會了解 我要看一下這首歌的意思是怎樣 我才可以代入到我唱的時候 是怎樣唱啊 用什麼感受去唱啊 那你跟我們說一下 Breaking my heart這首歌的故事是怎樣的 其實一開始我看一份歌詞 其實我都不太明白的 但是我自從去了天媽監製的home studio 去錄音 然後我那時候有很多疑惑 就是是不是這樣啊 是不是這樣唱 然後他就慢慢慢慢跟我說 跟我解釋 就是這首歌的意思 其實是 就是 在一個電話裡面 好像在等一個人的電話 就是 你什麼時候打給我啊 就是 你打給我你又不聽 不是 我打給他 我打給他他又不聽 然後他又打給我 就是有那種 有那種 忐忑啊 笑女心事 笑女心事 然後這首歌也是儲存在自己一個世界裡面 好像一個MV那樣 就是自己又很掛念他啊 然後就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就是我有一個類似月球的畫面 然後就很掛念他 然後不斷唱出自己的心聲 就真的是 啊他真的是 就是BREAKING MY HEART 哈哈哈哈 所以就是 那你易不易於代入呢 因為就這樣聽就好像那些 少女等待愛情來臨的之前那些階段 要想回自己的男同學啊 但是因為他都很小而已 可能未必有那麼多經驗 那你是怎樣代入這首作品 其實我一開始都有擔心自己 就是我怎樣想到 就是那個人 就是我很掛念那個人 暗戀 暗戀 但是 就是我就可能沒有 那些這樣的經驗啦 但是我自己可能會幻想 或者 就是除了可能 男生之外 可能會 這首歌可能可以 待 家人啊 或者朋友 其實我都會盡量找些東西來 就是令到自己 你覺得是很掛念她的 嗯 那緊張呢 就是第一次錄自己的個人單曲 去到T媽的Home Studio的時候 很緊張 真的很緊張 是 因為我是緊張 和很興奮 同時間 就是我又很興奮 然後我會不斷 不斷問T媽監製的意見 就是怎樣唱 但是其實 他都真的 那個感覺又是怎樣呢 那個感覺是 哇 就是 原來 唱得這麼好 不是唱 真的 我沒有 我沒有想過 原來出來的效果都 都OK 但是 我都有 都有 request 就是有什麼地方可以改善 因為其實可能 我自己 我不知道 我自己唱成怎樣 但是我都想知道 別人怎樣看我 就是有什麼可以改善 所以就 都有問他們 有什麼可以重新再錄過 所以其實我以前也有個習慣 總之我錄完音之後 可能那個未必是 就是final mixing 但是起碼有focal 有個底部 拿回家聽一下 自己慢慢聽到幾次 看看哪些位置 可能都唱得不太好 下次再跟監製 再去聊天 不如 這幾個位置 我覺得這樣唱 我已經擲過了 我發現 我覺得這樣唱 可能會更加好一些 不如不要punch in 再錄過了 不如我們整個手再錄過 是呀 這個tone會不同的 那些感情各樣東西都會接到 對 因為未必會接到 譬如你的調節 最重要是你的調節 如果你第一段的節奏 你跟第二段的節奏不一樣 就很奇怪 自己聽起來會很覺得 你們外面的朋友 可能未必聽得到 不是那麼專業 可能未必會聽得到 但我們現在行內人一聽到 唉 錯了不一樣 不如整首都過吧 Yumi現在就作為新人 剛才你也說了 你真的忙到你收到這首歌 幾天要錄 那你對於自己又要上學 又要做歌手 那你自己怎樣看這件事 兼不兼顧到呢 還有家人是不是都很支持 其實家人都很支持 因為我小時候就已經開始 表演 表演 參加比賽 有唱歌 有跳舞 然後有家人都會讓我去參與 歌唱比賽 歌唱比賽 還有一些樂器 我自己是喜歡的 我自己都會問媽媽 他給不給我 你給不給我試一下 然後他都會給我的 即不是逼你學的 真的不是逼我學的 Yumi懂得玩什麼樂器 其實我什麼都試 鋼琴 結他 saxophone 然後 然後 本言樂也有了 因為我很想試一些不同的東西 如果我自己喜歡 我希望將來都可以表現給大家 哇 還有怎樣兼顧 其實一開始 參加比賽 即是一 即是要捱姦底夜 一集 是的 然後一開始是有點辛苦的 因為 我記得比賽 因為一個星期是一集的 然後又要趕著排舞 又要趕著下一首比賽的歌 又要背歌詞 然後又要回去彩排 Ban Hur 什麼都有 然後 我記得我有一陣子是考試的 即是一邊考試一邊比賽 然後我那時候就已經 啊 就來 就來 崩潰 是的 就來崩潰 即是 怎樣搞呢 其實如果那邊考試 你又不可以肥佬的 學校考試 一開始是困難的 但是我 我找到一個方法 就是我會快點 即是快點搞定學校的東西 先再繼續搞其他東西 因為我自己 我會放學業第一 一定是最重要的 所以無論是功課 溫書 考試 我一定會做好它 或者做完先去做其他東西 好啦 Yumi的MISS的電話 亦都是 開了Zoom了 一聽到Zoom 害怕 阻止 Yumi說 其實我是sir 我會做到的 都很好的 做完功課 那種叫做沒有後顧之有 一條心就去練舞 練歌 彩排 兩邊就能分配 而且我覺得很自律 他懂得分配自己的 是甚麼 最怕就是兩頭不動 溫溫一下又吹一下Sexy phone 總之今天叫你戴Sexy phone 上來吹一下 我們先吹著水 我們 今天除了跟Yumi 分享這首Breaking My Heart 亦都會跟他玩一下 現在下來的時間 我還會出來幫忙 問一下問題 分年快樂 你好 一會再派利是給你 第一次見到King Sir 新年第一次見 利是在外面問六爺 拿的 好 今天同樣有兩條問題 會跟Yumi玩一下 究竟 第一條問題的謎底 是關於甚麼 他是一個人物 這條是古人名的 我們有三個貼士 先來第一個 這位圈中人 大家熟悉他 因為他是一位演員 演戲 不如說個名字給你聽聽 這麼快 新年賣大包 不是 我說個英文名 你聽聽 他的英文名 是叫做 Ta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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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eat Tavia 好像意大利文 他當時加入第十三期的TVB 藝訓班入行 同學方面 是有張美妮 徐榮 和林峰等等 林峰 你知道誰是林峰 十三期訓練班 英文名叫Tavia Tavia 你覺得是男還是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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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先知道是女演員 聽到第二個貼士 看看你會不會知道更加多 Tavia Tavia 被公司發掘的經過是這樣的 他曾經在 是怎樣的 是怎樣的 我們聽一下 他曾經在萬千聲輝賀台慶當歡樂小姐 當晚他在場給其他 因為有很多個歡樂小姐 他就在那一班歡樂小姐裡面 所謂脫穎而出 之後就收到高層打電話去稱讚他做得好 而慢慢被重用 原來是這樣的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歡樂小姐 即是在這些大秀裡面 負責一些重要的嘉賓出來 拿一些方式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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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具小姐 類似的 例如小姐 即是那些崗位 OK 他一開始就是做歡樂小姐的崗位 都算是Nobody 但都是在Nobody當中脫兵而出 真的Nobody but you 對 高層上色 然後才慢慢被捉 都很難猜到是誰 或者是一些跟你有關聯少少的人物 我們不會亂找這個人 你認識他的 這個人 真的嗎 你不認識他 我們很難讓你猜 不如聽到第三個提示 好不好 難搞過學校的考試 當然 第三個提示 是這樣的 這個Tavia 他出道的時候 都拍過很多MV 一度被封為是MV女王 他第一次是跟誰幫忙拍MV 他第一次拍MV 就是跟馬俊偉合作 馬俊偉也是他的契哥 他們很朋友 馬俊偉和他 馬俊偉的契妹 馬契妹 不是這個名字 為何Yubi突然在桌上寫字 他真的姓馬 契妹不用同事 好朋友 叫他妹妹 我們有這樣的 我們這個遊戲有一個叫錦囊 就是說 萬一你不是很懂得回答 你想拿一個特別的X-Tips的話 好啊 我現在拿 好嗎 今天錦囊是 這個錦囊 由監製阿聰爺給你 Yumi 是 你第一部演劇集 修規華 你做過他的童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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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面大五 究竟他是誰呢 他呢 你要改名 改口 因為他叫做 楊善謠 對 改了名 真的嗎 真的嗎 跟他老婆一起改名 對呀 對呀 羅仲謙現在叫羅子逸 他兩夫妻一起改名 改了名 對呀 總之他就叫做楊善謠 不要緊 你下次叫他英文名 他就會回應你 Tafi OK 那時候跟他一起合作拍攝 很久了 修規華 是嗎 多少年前 當時你記得多少歲 我記得七歲八歲 就是八年前 哇 哇 你想想想 是他人生的一半 現在才十五歲 是嗎 人生一半之前 你想想 所以他說很久 好 很快就玩第二條 好嗎 他是一個人物 馬上來第一個提示 這位圈中人是中國再加上馬來西亞的混血兒 混血兒 演員來的 英文名叫Philip 原名不說我姓雅 原名叫漢文 即是他用藝名 真名叫漢文 是 又來 不用拍氣 不用拍氣 有另一個提示 Philip 混血兒 好來吧 他入行前 即入娛樂圈前 他做過很多不同的職業 包括有在酒樓賣點心做全賽 有做過跟車工人 工廠包裝 甚至去警署那裏扮過 一個戲子扮犯人被人認 那些 那些叫扮賊 扮賊 扮賊 之後就在電視台做臨時演員 開始 到今時今日 已經有一個席位了 演員來的 都做過多少工 入行之前 不過相信這些入行前的經歷 Yumi都一定是未聽過 所以他應該都是毫無頭緒 不如再聽第三個提示 好來 究竟如何入行為人所認識 當時 時間線要回到1986年 Yumi說是我媽都未出生 不要說我 1986年發生了什麼事 他就參加了亞洲電視 ATV的電視先生選舉 當時他奪得亞軍 和獲得才華先生獎 入行 做演員 這位演員 非常之有經驗 除了拍攝電視劇 也有拍電影 青春本我都有份拍 他飾演一位爸爸 某人的爸爸 OK 他是哪位 劉浩敏姐妹 蛤 誰啊 我想你講清楚了 不是啊 就不是他 閻明熙的爸爸是誰飾演的呢 蛤 不是他嗎 閻明熙的爸爸是誰 但認錯爸爸 冷靜點 我們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 不是了 我們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繼續有Yumi 終由美 繼續有今天的嘉賓 他是中由美Yumi Hello 大家好 Hello Yumi 上回講到 剛才我們在玩一圈百科的時候 第二條的答案 我們未公佈 原名叫漢文 英文名叫Philip 中國馬來西亞運血兒 幾位演員 ATV電視先生選舉等等 最後就說 他在青春本我裡面 飾演閻明熙的爸爸 是 是 現在你應該找到真正的答案 找到了 他就是姜浩馬 補一些香菌給你了 青春本我 Yumi也有份拍 和一群 全部都是星夢傳奇的一群新人 或者是上次跳舞比賽的一群新人 大家一起去拍 今次的拍攝經驗又如何呢 以往你自己都拍過劇 是 今次拍有什麼不同的體驗給你 首先今次拍青春本我這部劇 和我之前拍過的劇 一定是不同的 我覺得 因為我小時候 我是什麼都不知道 我純粹想試一下 我拍劇的感覺 導演 就給我一個劇本 他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 那我就跟著他 我跟著他的指示去做 但是我完全不知道 為什麼我要這樣做 但是也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就是之前我拍過的經驗 都幫助到我今時今日拍 這一套青春本我 但是今次拍青春本我 就是真的要知道整個故事 是說什麼 就是要知道整個劇情是說什麼 然後要很了解自己的角色 是什麼 所以 還有這套劇是 都是關於我們一群人 所以是 所以真的要明白自己是什麼角色 才可以投入到 就是要了解多一點 做多一點功課 多一點內心 之前拍的時候 是否在西哥拍戲的時候 是否跟長師兄 有做的 有啊 是不是平安谷 是啊 你上一次就這樣回答我 因為實在女大十八變 我簡直認不到Yumi 高明的妹妹 我想不到她高大得這麼快 大家可以 喂 長師兄 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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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大十八變 是 是否小時候已經想著 參加很多歌唱 跳舞比賽等等 還有去了嘉義媽媽去學習 是否小時候已經想定 我要做演員做歌手 要入這一行 其實那時候是因為純粹是喜歡 純粹是喜歡 我覺得 對這件事 對唱歌 跳舞 演戲 什麼都好 對每個 每件事都很有興趣 然後就很想試 很想 體驗一下 是怎樣的 但是 我沒有說 一定要成為一個 藝人或者 成為一個歌手 但是我都 我都希望 因為我自己都很喜歡音樂 我也希望 遲些會真的 可以向著這方面發展 但是你自己本身 小時候已經有很多 舞台表演經驗 到現在一路下來 還有之前參加《聲夢傳奇》的時候 會不會 可能評判或者其他人 比你的要求高一點 因為你本身比其他人 都是有經驗 十年經驗 會因為敢而有大一點的壓力 在你身上 其實我 其實我 我沒有說過 我對自己的要求 真的很高 無論是 學業上 唱歌方面 我都會覺得 嗯 我一定要 找到一個目標 給自己 還有我 我沒有說 特別很大壓力 就是 會不會 那些人比我好 但是其實我覺得 我做好自己就OK 因為我自己是很喜歡做 我自己享受的 如果我覺得 別人怎樣看我 有什麼可以改善 我都會盡量做好給大家看 想做一個完美的表演者 YES 不如說說MV吧 MV好 好啊 自己第一首歌 單曲 Breaking My Heart的MV 當然舞也跳得相當好 在拍MV之前 用了多少天去排舞 好像三天 排成 很快 對 不是啊 因為 我記得 我 糟了 我忘記了 我記得我排舞的時候 我就 要 我也很緊張 最後都很順順利利的 嗯 我會嘗試一些不同的風格 可能 麥秋成老師也是一樣 這次排舞老師 阿輝也是一樣 我也很想嘗試不同的 所以很緊張 也很興奮 在拍MV的過程 有沒有一件 最難忘的事是什麽 在這個過程裏面 最難忘的 我記得我拍MV的時候 我當時就不太舒服 我也是 病了 喉嚨痛 然後我有少少辛苦 但是 一生病了 就發覺喉嚨痛 你不害怕嗎 不是啊 不是啊 他身邊那些不害怕 是啊 不是啊 但是不是 不是最近的事 但是 都很幸運 這是這一年的事 但是都很幸運 真的可以拍 拍得完 都順利 所以 但我覺得 很值得 因為 我都 我想我拍了 十幾個小時 然後 因為我沒有 不停跳 有一陣子 是不停跳 有些 不停拍一些 不停拍一些 最難忘的 就是 我看到一個月球 我要爬上去 然後 其實月球是軟的 那怎樣爬 所以我很害怕 我很害怕 Soft Moon 對 真的是Soft Moon 然後 很多工作人員都有幫助 因為你是想不到 是 然後它是彎越上去 但是你又好像 好像滑梯一樣 很容易滑下來 然後又坐定 又很Soft 那怎麼辦呢 然後又要借點力 這樣 挺搞笑的 自己看完整個MV 覺得怎樣 覺得 很開心 還有 很漂亮 很漂亮 因為我一開始 我沒有想過 會給我 月球的主題 因為我完全 一開始 我沒有什麼 頭緒 我知道要跳舞 但我不知道 這裡是關於有月亮 有個 對 這麼多幻想的空間 對 很有視覺 對 因為後期做得很漂亮 我也很喜歡這個MV 所以很感謝監製導演 怎樣 今年自己的音樂計劃又會如何 音樂計劃 音樂計劃 對 Breaking My Heart 是你第一首單曲 讓大家可以感受到 這個跳躍 唱跳的 對 我希望 這首歌 觀眾都會很喜歡 因為 是一首輕快的歌 也希望 我會唱出大家的 外面的少女的心 因為這首歌是關於 很想念那個男生 我也希望 唱出你們的感受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首歌 大家快點在網上看MV 感受一下Yumi第一首的作品 剛才談的 認識Yumi多些 以後你這個遊戲 可以認識她更加多 五秒答問題 夠膽你就來 狗人的力 是 GIVEN 3 2 2 1 5 1 2 1 3 4 2 3 4 一條就是熱身題 最簡單的 好 Yumi 請說出 在逗禮事的時候 你會說的三句話 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心想事成 她剛才是說這三句 然後我給了禮事 真實演繹 真實演繹 我剛才拍攝了一次 完全沒有 今年的禮事情況是如何 你 屎到一般 我都明白 因為現在疫情 我都去拜年 所以唯有留在家裡 你有沒有收電子禮事 沒有 收到家人 代收人 因為我沒有那些APP 但我有另外一個APP 是方便很多 好啦 那待會出一條LINK 有Yumi 送給你 她送給你 平時不吃東西 平時不睡覺 我平時不睡覺 第二個下午 可能四五點才起床 哇 好瘋喔 我試過六點起床 吃個dinner 然後再睡 累到這樣 我真的很能睡覺 可以不停睡 你最喜歡吃什麼 其中一樣東西 我很多東西都很喜歡吃 一輩子可以吃那樣東西 我很喜歡喝珍珠奶茶 最肥那樣東西 他還會不斷喝 但他又超瘦 發育緊 很討厭 不可以討厭 來吧 這條又來了 Yumi 請說出 你覺得自己有的 三個優點 蛤 跳舞 唱歌 還有 Go 哈哈 最後那個是 咬 咬到阿晴 真的 生氣了 生氣了 他不會跟你說話 剩下那一分多兩分鐘 我沒有 沒有生氣 是不是 我不高 對不起 我不高 不代表我沒有矮 不高 但是Yumi 是否從小已經有不錯的高度 還是低一點高的 不是 我小學 我每一次排隊 都是排最後 到現在我都是排最後 最後都是這麼高 最後是最高的 你有多高 我現在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高度 但我最後量度是169 我都希望我快點去到17多 哇 肯定有 你現在才15歲 你17多就比我高 對 哈哈 我175 如果再高6-7cm 就差不多可能高 但又不想太高 你的理想高度是多少 理想高度 八尺 哈哈 耀明 能夠入址 能夠入址 高了巴士 我想17 如果我現在高一點就OK 1712 不是 可能175 175 哇 再穿了鞋子180 對 各位男生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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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喝多點奶 長高一點 各位男生 要追她的男生 好 看點時間 立即聽聽 Yumi第一首歌 拍攝 快點